弟兄们 等会儿听葛参谋长的口令 一块儿开火 口令 请我一起开火 口令 请我一起开火 师叔 听葛参谋口令开火 听参谋长口令 一块儿开火 听参谋长口令 一块儿开火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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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你 你试策啊 这表情啊 这表情啊 这么广国军从哪儿出来的事 前两个人长不是没有人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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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有呢 葛参谋长 赶紧想个办法呀 好 好 汉不出两千亏 撤 好 走 好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不好啊 鬼子又撤来了 劈 quieres 爹 你 我 恐怕 啊 救命 死 只回也是 出 exclusive ൑� 漂亮 開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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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 我打当家叫了三鬼工法 走 走 你打 走 快ح Cop 走 走 快 驾 驾 师兄 他只把贼藏不着 他不会作复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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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子又上来了 结果鬼子人数更多 来势更凶 丘长熬这个表层样的 他为什么不打破支援 鬼子不敢近战 这不打下去 咱们会吃大亏的 是啊 谭总 如果你执意要直守雷公岗 就应该增援炮火增派援兵啊 没那个必要 我看游击支队打得很好 完全出乎我意料 他们头一次上阵打野战 就已经付出了重大伤亡 如果再不增派援兵的话 会全军覆没的 有你说得那么严重吗 谭总 我刚从阵地上下来 严不严重我最清楚啊 我现在的兵力有限 一个萝卜一个坑 很难抽掉 鬼子 他的战略意图 是要我脚下的平静关 我们要确保这块阵地万无一失 更何况眼下炮弹数量有限 我一定要用在关键时候 那你可以下令撤下游击支队 反正我们需要坚守的是平静关 放弃雷公岗 无关大局嘛 队财帽 你这是什么口气啊 手还是撤 能由你说了算吗 谭总 在洽谈收留青龙寨好汉的时候 已经亲口做出承诺 谭总 我们不能把一支一级部队 送上前线去当炮灰吗 胡说八道 反了天 我看你真是头脑发热 需要冷静冷静 司令长 到了 压下山去 关紧闭 撤 耳朵塞驴毛了 团座让你绑人 陈昊 给团座认个错 我说的都是事情 有什么错可以赔呢 生迷得上脸 来人 把这个不吃豪歹的东西 我押下去 是 陈昊 快走 放开我 团座 团座 你不能这样啊团座 走 走 快 快点 撤 咱咱咱不是 也有炮吗 师叔 还行 老天爷帮咱们刮东风啊 马杆 来把这些东西塞进咱们炮里 轰他们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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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马杆 轰 曠 准 沙 还还真 真 这滚用啊 师叔 你给炮里家儿什么回来了 他这么厉害 你猜呀 师 师 师叔 你这 你这里头放 放 放辣 辣椒面呢 我不能用了土办法 还放了硫磺粉 那小鬼子 害怕去吧 你还是老子啊 你还是老子啊 你让小鬼子 见识见识